行人被卷入车底 众人合力排车救人 男童横穿马路被撞卷入车底 自己爬出 过马路 一看二慢 三通过 口诀不能忘 坦桑尼亚一油罐车侧翻 燃油泄漏 引发民众哄抢 油罐爆炸 造成至少60人死亡 近日 健康中国行动引发全民健身热 今天的早间秀 龙阳为你奉上健康指南 教你如何360度成为健康中国人 近日 江苏淮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著作权案 查明印刷销售侵权盗版书籍100多万册 涉案的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 今年2月 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举报称 名为北京新盛健达图书有限公司 和北京宏瑞健兴文化传播公司的两家公司 通过网络交易兜售盗版的皮皮鲁总动员系列图书 侵犯了其著作权 经过侦查 执法人员分别在江苏省淮安市 和北京市通州区捣毁涉案公司的两处仓储窝点 当场查扣73种侵权盗版书籍11万余册 乔定为金权盗版正院街四大民族的 有800多车 非法车版2000多车 同时也发现有十几万车图书 谢谢金权盗版 专案组查明 侵权大案的主犯是王某 为迷惑客户 王某从正规渠道购买极少量正版书籍进行盗版印刷 并在网络平台上公开销售 累计涉及22个出版社 73个品种 100余万册 侵权发现 该案犯罪团伙从质版 印刷 储存到运输 销售 制作防伪标识等全部环节一个不漏 犯罪链条非常完整 目前 涉案的14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即将侦查终结 准备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月7号晚上 公安部A级通缉逃犯陆海洋和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被民警押借回湖南长沙 至此 这一涉黑套路带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2018年5月初 于先生因急需资金周转 惊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财务公司借款 财务公司同意借款2.5万元 但要签订两个2.5万元的借款合同 说辞就是为了怕你不还款了 就让你再签一份合同 就等于是给你一份药药利案的 然后的话另外还签了一个租房的合同 租房的合同的话就等于是房子做抵押 签订合同之后 财务公司业务员给于先生转了5万元 再以平台管理费 服务费 外访费等名目 向于先生索要三万四千四百五十元 双方约定于先生分十期还款 每期还款三千两百元 第二期还款时 于先生因为身上钱不够 想延迟几天还款 2018年5月20号 催修人员以还款逾期商量还款为由 将于先生约到长沙某茶楼 不堪忍受的于先生 趁看守人员不备 于2018年5月21号凌晨 从二楼跳窗逃跑 双足根粉碎性骨折 于先生立即报了警 之后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长沙警方对之前同类型案件的受害人 进行了一一回访并取证 初步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经过侦查 警方逐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和犯罪团伙的组织网络 侦查发现该团伙以陆某杨为首 采用套路贷的方式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在催收过程中 有组织的实施诈骗 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 累计作案数百起 涉案金额达1500多万元 2017年11月份以来 因暴力催收导致一名受害人自杀身亡 一名受害人受伤 并有六名受害人车辆被强行开走变卖 2019年1月至4月 长沙警方组织警力 分别在长沙合肥等地展开多次收网 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 但主要犯罪嫌疑人陆某阳等5人再逃 8月7号凌晨1点左右 在合肥警方的协助下 长沙警方在合肥 将陆某阳等5人抓获归案 目前涉黑套路带团伙27人 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深挖之中 换个话题 现在不少年轻人热衷在 二手交易平台上去买卖一些闲置的物品 但是眼间的网友就发现 借了别人的钱所打下的欠条 也出现在了二手交易平台上 欠条居然也能够买卖 这到底靠不靠谱呢 在某些二手交易平台上 输入欠条字样 各种欠条 借款转让 债权转让的条目 多到令人目不暇接 产生欠款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 不过记者发现 这些发布人都是遇到同一个难题 就是欠款一时无法收回 广州的黄先生是做服装生意的 2015年1月至10月 他承接了一位广西客户服装加工的订单 当时客户声称 货款一时凑不齐 出于对老客户的信任 黄先生允许对方写下了 10万元加工费的欠条 当时约定2016年底前逐步还清 不料时间到了 黄先生不仅没有收回一分钱 连欠款人也突然消失了 黄先生告诉记者 如果靠自己去追讨欠款 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太高了 而且还不一定能追得回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在网上看到 可以把欠条发到网上进行买卖 于是仅以六折的价格 将欠条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转让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江苏的于先生 之前他带人管理工程施工 对方拖欠了近10万元的工资 迟迟不给 于先生只能将对方起诉到法院 经法院调解 认为债务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就是给大夫 他现在没有可供职性的财产 如果说提供线索 我们可以再次申请强制执行 然而寻找线索并不容易 法院强制执行更需要时间 于先生觉得 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欠款问题 无奈之下 他只能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以7万3千元的价格 将欠条挂了出去 也是看到 好像有人找这个 就是所谓什么 应该是在寻找上是吧 在网上也搜了一下 说这个也是可以 二手交易平台上 这么多欠条在等着被转出 然而欠条转让交易 真的那么简单吗 又由谁来负责追讨欠款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记者发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除了有欠条转让的信息 还有代理收欠的信息发布 其中一个收欠条的买家信息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对方号称依法清欠 而且不成功不收费 随后记者拨通了 这位负责人的电话 记者表示 当时欠条的约定时 按照银行利息计算 但是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仅可以按照银行利息收取 记者还能获得更高的利息收益 为了表示自己的代理收欠 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这位负责人还向记者发来了一份 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 这份合同上约定 乙方将代理甲方向债务方追索欠款 代为向相关法院申请执行 代为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协助甲方领取标的物及款项 你把这个委托书给我一下 就把委托书一起啊 把这个咱们把合同一签 这个事咱们就可以操作了 记者看到 合同上还对甲乙双方的责任义务 进行了约定 委托方要如实陈述债务事实的经过 提供债务方一切可用的信息 及相关证据 而在催收过程中的 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 均由乙方自身承担 甲方只做合法协助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会经手这笔账款 也不会提前垫付 如果我们去做这个案子 就是说你本人必须在场配合的 你明白吗 我也不可能去做这些办法的事 就是说你这个钱拿不去找的药 第一 咱们这个不涉及到包利息 第二 我正常明天借贷 你就这么简单的事 网上打折出售件条到底是否合法 又暗藏着哪些风险 我们来听一听律师怎么说 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欠条也就是其所代表的债权 只要从合同性质上允许转让 不违法违规 且合同中没有约定不允许转让 就是可以转让的 律师告诉记者 涉及欠款的不论是协议 欠条都属于合同范畴 不过虽然债权转让是合法的 但专家也提示 通过二手交易网站的形式 转让债权 对于买方来说 存在着很大的潜在风险 债务人的收藏能力 偿还能力 还有它的配合程度 这个信息是不对称的 原债权人对债务人 富有同等的金钱债务 债务人可以主张抵消 当出让的借条欠条 记载的信息不完整 就增加了受让人的 最长大的难度 而另一方面 卖欠条的人又有没有风险呢 专家告诉记者 清欠公司负责人 给记者看的合同 其实并不是一份债权转让合同 而是一份委托代理协议 你无法考证 这个收藏人的真实合法身份 往往是一些社会的 一些不明身份的 收藏人在收藏期间 进行的行为 这个法律后果 是由委托人来承担的 近期当记者再次登陆 该网站发现 欠条转让信息 大部分已经被平台删除 而且平台上搜索 欠条 借款 债权转让等字样 均显示涉及违规信息 无法打开 记者为此咨询平台客服 得到的答复是 欠条涉及的债务 不属于平台类目 无法转卖 尽管如此 截至记者发稿时 一批新的欠条转上信息 又陆续登上了平台的页面 下面我们来关注出行安全 近日 贵州尊义煤坛县 一名驾驶员 在一路口掉头时 将路过行人士卷入车底 事故发生后 周围很多人 从四面八方赶来 合力抬起轿车 将车下被押人员 迅速救出 这一幕发生在贵州尊义煤坛县一路口 当天中午 一辆白色轿车在该路口掉头时 不知道什么原因 驾驶员将正常过马路的行人撞倒 并卷入车底 由于情况紧急 周边路人看见这一幕后 迅速从马路周边聚拢过来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众人就合力将车抬了起来 我们来积极把车抬起来 抬到一边之后把人拉出来 继续好 我们都几个大人 大人都把车抬起来之后 车抬起来之后 有个人都把人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旁边就有人跟他打伞 旁边的人都及时打要人的电话 我们要转弯条头过来 刚好我也是个忙 确实一点都没看到 真的二分钟确实还是好人多 我真的是为国人 二分钟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但是我都不晓得怎么办 我手机不晓得哪天 都是请他们帮我报警 目前被撞行人身体多处骨折 索性救治及时 并无生命危险 经交警初步判定 该驾驶人在掉头时 由于疏于观察和注意力不集中 造成了此次事故的发生 目前该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前两天 重庆一名小男孩突然横闯马路 被行驶的出租车撞倒之后 卷入了车底 就在司机呼叫市民帮忙 抬车救人的时候 小男孩自己从车底爬了出来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下午在重庆市铜南区民乐街 一名小男孩飞速从路边窜出 静止和一辆路上行驶的出租车相撞 小孩摔倒后被卷入车底 惊魂未定的出租车司机随即下车 并大声呼叫周边的群众前来抬车救人 让司机没想到的是 小孩居然自己从车底爬了出来 司机连忙把孩子抱了起来 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此时在路边理发店理发的男同奶奶 也闻讯跑了出来 孩子奶奶告诉记者 当时自己正在理发 孙子独自一人去马路对面的零食店买东西 没想到就出事了 据了解 背状男孩头皮裂伤 身体多处擦伤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今日在徐民高速的安徽明光段 发生一起小轿车追尾大货车的事故 交警调查发现 事故的发生和司机长时间开车 未休息有关 那路口的监控是记录下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下午在徐民高速的上行线 118公里处的位置 路上的车辆并不是很多 这时一辆红色的重型苍榨式货车正在行驶 突然从其后方出现了一辆小型白色轿车 直接撞上了货车的尾部 巨大的冲击力下 白色轿车直接又冲上了路边的护栏 然后转了个180度的圈后才停了下来 交警到达现场勘察发现 小车司机在行驶途中 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通过调看小轿车的行车记录仪 民警发现该车司机存在疲劳驾驶的行为 造成了当时在驾车过程中的注意力分散 酿成事故 事故导致刘某受重伤 其驾驶的车辆也基本报废 同时高速公路边的护栏也被撞毁 民警表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刘某需要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福建龙岩的陈某是失信人员 被限制乘坐高铁 近日他冒用他人身份证想要乘坐高铁 在进站时被当场查获 当天上午 一名男子来到福建龙岩火车站 检票口检票进站乘车 经工作人员检查发现 该乘车人所持身份证照片 与本人相貌不太相符 拒绝该男子进站乘车 并向龙岩车站派出所报警 随后民警将该男子带到派出所 进行进一步审查 我们审查发现 然后因为自己是失信被执行人员 自己的身份信息是没办法乘坐 动车和高铁的 你不知道这个实名乘车 人票证要何一样 目前陈某因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被厦门铁入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近日在昆明开往广州的 K366次列车上 三名男子因醉酒姿势 影响列车秩序 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罚 近日在快366次列车上 城警接到报警称 有三名旅客醉酒姿势 接报后 城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你们谁请人给他 如果何决在身上闹事 要铁路的 我先请告你 今天三年五年我就不安 经了解 醉酒闹事的三位旅客 黄某 吕某 杨某 为同行人员 由于在车上喝了酒 黄某想和临座的男子傅某 调换座位 因傅某没有和他换座位 黄某便打了傅某两个耳光 由于黄某等三人态度蛮横 拒不配合城警工作 在车厢内大吵大闹 列车到达茂名站后 城警将黄某等三人 移交茂名站派出所进行处理 根据三人在列车上的违法行为轻重 铁路警方分别依法给予黄某 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300元的处罚 给予吕某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给予杨某罚款200元的处罚 出门在外应该要注意好 自己随身携带的财务安全 避免一时疏忽大意 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影响自己的出行 最近 襄阳铁路警方就破获了 一起火车站盗窃案 近日 湖北实验火车站派出所民警 接到一名旅客报警 称自己的手包不见了 里面装有2000多元人民币 以及身份证 银行卡等物品 接报后 民警通过调取监控 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监控视频显示 事发当时 这名旅客正在低着头看手机 在他的身后 嫌疑人把手伸向了他的包内 很快便拿出了一个手包 随后 嫌疑人起身离开后车室 经调查 民警很快锁定了这名嫌疑人 当晚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舍内 将正在熟睡的嫌疑人抓获 经搜查 现场搜出了受害人被盗的现金 及身份证 银行卡等败物 目前 该男子因涉嫌盗窃 被襄阳披露警方刑事拘留 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10日上午 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 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 造成至少60人死亡 70多人受伤 当地官员表示 一辆油罐车当天上午 在莫罗哥罗省行驶途中 因躲避摩托车导致翻车 车上装载的燃油泄漏 引发附近民众哄抢 随后油罐车发生爆炸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 消防人员和警察 已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受伤人员已陆续送往医院抢救 但死亡人数 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据美联社报道 在东非常发生 百姓在偷燃油时 被炸死的事件 2013年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区 发生了一起 类似的致命事故 造成至少29人死亡 缅甸南部孟邦9号 发生山体滑坡 据缅甸消防部门 10号晚发布的消息 这次山体滑坡 造成41人丧生 目前搜寻和营救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 孟邦邦镇区某山坡 9号早晨因暴雨 发生山体滑坡 当地官员10号早些时候 对媒体说 山体滑坡导致27所房屋 和多部车辆被掩埋 29人丧生 此后搜救人员 又先后发现 12具遇难者一体 遇难者人数 升至41人 此外 本次山体滑坡 已造成至少47人受伤 80人失踪 目前搜寻和营救工作 仍在进行中 据气象部门消息 受暴雨影响 自9号早晨起 孟邦保镇区 首府毛淡棉等地 均出现不同程度水患 联合国称 缅甸南部近日 由强降雨引发的洪水 已造成至少1.2万人流离失所 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节 1979年以来 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每年都在这里举办 今年的热气球节从8月8号开始至11号结束 来自世界各地的130多个热气球 相距于此 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 据了解 英国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免费向公众开放 包括晚上的烟花秀和大型热气球升降体验 组办方称 为期四天的活动 预计将有25万人参加 2019年布里斯托尔国际热气球节主席 克里斯·奥尔科克表示 热气球已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热气球的元素在这座城市随处可见 布里斯托尔机场 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热气球的照片 热气球不但是布里斯托尔的城市象征 也吸引了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大批游客 主办方表示 2017年非本地游客在热气球节上的 相关消费就达到1800多万美元 凌亚早间秀 听说看不够 欢迎各位来了今天的早间操 算一算自己距离跳第二套中学生广播体操 已经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了 没想到 现在这些动作我基本都忘干净了 电视机前的各位 你是不是也想起了那些年自己跳过的广播体操呢 刚刚过去的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 前不久呢 国务院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是为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 那相关的文件我翻了一下 那真的是一个详细周到啊 每天的睡眠时间运动量 安排的是明明白白 消息一出 部分医疗保健板块一度涨停 求生欲强啊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健康的话题 说起健康呢 首先你会想到什么 当然就是健身了 当代年轻人健身的话题 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刷朋友圈的人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很多的女生去健身 简直就是去为了自拍 对吧 刚开始我就很奇怪 你说这个运动 一般都会弄得脸红脖子粗吧 但为什么他们拍出来 就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呢 后来我发现 原来他们是化好了妆去健身的 你要说炫耀健身是吧 那拍出来的照片 必须有流汗的感觉 但是人家确实流汗了 不过找好了灯光 找好了角度 摆好了姿势 汗也干了 所以说有一些拍照软件 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出这个一键出汗功能 深度还原健身现场 还有那些喜欢发夜跑路线的 我就很好奇了 你就不怕暴露自己的隐私吗 就不怕被人盯上吗 甚至有一些土味情话表白 喜欢去夜跑一个什么路线 I love you 然后把这个发给自己的女生 你怎么不跑个中文版的 我爱你呢 那多复杂是吧 还有人根本就不考虑身体的感受 与其说是健身 不如说是去虐身 拉不过我吧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追不上我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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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打败了 全都一起上吧 我根本没在怕 拉不过我吧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追不上我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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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打败了 全都一起上吧 我根本没在怕 拉不过我吧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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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被我打败了 哎呀 真的痛啊 我是说那些健身器材真的痛啊 人好好在那突然就摔成这样 人不难受吗 也不知道这些兄弟们 到底练的是哪里啊 不过健身的潮流 确实是越来越火了 相关部门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呢 全国的体育消费总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 那当然建设我们知道不一定非要花钱是吧 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 咱们一分钱不花 一样是从客间操当中收获了满满的健康和大把的快乐 那从1951年开始啊 我国就推出了第一套广播体操 虽然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 但不变的是 总有一些小伙伴 他们一出场 就注定要为客间操注入灵魂 自古后排出大神 少了心里的负担了他们 在后排那可是完全放飞自我 潇洒优美的舞姿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旁边小伙伴的感受 一步两步 一步两步 一步一步是早洋 是满满的步 一步一步 快扶你啊 还是吗 好还有 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飘草 好还有 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颠峰 好还有 疯了 都是被客间操耽误的舞王啊 前两天呢 我们在央视财经微博上 发布了一个投票 问大家学生时代跳的是 哪套课间操 暴露年纪啊 那截至目前呢 已经是有很多人参与了投票 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 都是伴随着时代在召唤 度过了学生生涯 也有网友表示呢 我们不走寻常路啊 统一的广播操 已经无法束缚脚步了 什么鬼步舞啊 爵士舞 还有拉上校长老师 一起来跳舞的 来看一下 我们下车的电视频 2、3、4、5、6、7、8、8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可以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老了老了都不用担心 到广场舞上斗舞自己会输 从小就练起来了对吧 你要再说去公园走一遭 就会发现大爷大妈们 承包了那片广场 各种花式健身法 也是为了健康 你看他们怎么健身 有吊脖子的对吧 打太极的 还有那个用背去撞树的 还有那个学动物琴戏的 各种各样 要说到这舞琴戏 这可是当年神医华陀 最著名的一个健身方案 他提倡韧力为之 以汗出为度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全力去做这个动作 次数是不限的 但是你要做到出汗为止 从古至今 养生一直是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上至帝王下到百姓 人们都渴望让自己的身体健康长寿 养生主要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实现 运动养生最著名的便是 神医华陀的武琴戏了 相传有一次 华陀看到一个小孩抓着门栓 来回荡着玩耍 便联想起 护疏不渡 流水不服的道理 于是想到人的大多疾病都是由于气血不畅和 淤寒停滞而造成的 如果人体也像互说那样经常活动 让气血畅通就会增进健康 不宜生病了 于是 华陀有时间就专心致志的研究锻炼身体的方法 创造一套模仿虎 鹿 鸿 熊鸟 五种动物的拳法 取名武琴戏 武琴戏不仅具强身炎炎之功 还有去疾除病之效 吃饭是身体健康的第一摄入 锻炼是保持健康的最大秘诀 现代的饮食和古代的运动 相互结合 提醒人们追求健康的养生 药想健康除了健身之外 其实吃也很重要 但是发现没有 在吃这条路上 可谓是谣言肆虐 荆棘丛生 什么醋泡花生 软化血管 谣言 什么不能空腹喝牛奶 谣言 还有经常喝豆浆会变娘 直黄瓜都是喷农药的 还有什么众多食物相克系列 真的是谣言四起 那些致力于给家长科普的年轻人 一次次被无情地踢出了家族群 你说他们为什么 宁性谣言都不信我呢 还有各种被神化的食物 什么牛油果 椰子油 胶原蛋白 葡萄籽 也许你没有买过 但是你一定听过他们的传说 感觉就是吃了之后 就能够容颜永驻 烦恼还童 但是我们知道 世上哪有神仙食物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只有膳食均衡 才是真理 日本人就是深暗辞理 难怪说平均寿命连续多年 位列全球前列 这福布斯杂志就曾经发文说 日料的健康程度是全球排位第一的 食物引发的肥胖率只有1.5% 总结一下日料的特点 首先人家吃得很清淡 烹饪基本都是靠着蒸煮烤 很少用油 注重搭配 其次人家吃饭的时候 碗碟特别多 分量很少 一般八分饱 最后就是摄入的优质蛋白多 日本靠海 名副其实的吃鱼民族 BBC曾经就全球各国的饮食方式 拍过一个纪录片 盘点了最差的饮食习惯 咱们就来看一下 仔细有没有中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秋天 我们知道已经立秋了 要贴秋标 但是大家一定要控制好量好吗 健康除了吃好还得要睡饱 这个健康中国行动报告当中的数据就显示说 中国2016年的失眠率达到了15% 也就是说有2.07亿中国人存在着睡眠问题 而且人数还在逐年递增 有人睡不着 有人不想睡 熬最晚的夜 缺最多的觉 越晚越嗨的作息搭配 配上睡不饱的你 那有统计就发现说超过一半的年轻人 几乎都在11点之后才入睡 那你一定想知道了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咱们干啥呢 蛤 哈哈 会 会有一点点 到学的时候学一样休息吧 然后就会 完整完整就忘了学的时候不好夜 我会啊 听学感应是中文嘛 因为白天没有零下 基本上不好夜 老了比较养生吧 不容易吗 我去叉子 喝点茶叶 看我们办公室同事嘛 吕老师就喜欢喝点咖啡啊什么 提神的话 可能就看一眼自己的 没喝完的花呗 经常熬的话 好像也就习惯了 没有啊 就是没有睡饱 会没有精力 食物中会被打乱 伤口精神不像的 熬久了 眼睛会很不舒服 肝脏的话 就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吧 熬夜一时爽 一直熬夜一时爽 会脱发 你看 熬夜带来的不良的影响 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是呢 所以会想几句话 叫做 叫做什么 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是吧 明白很多道理 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8月8号呢 是全民健身日 也是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的日子 那前两天呢 我从国家体育馆 经过的时候啊 就看到 夕阳西下的时候 男女老少来到了鸟巢前 健身跳舞扭秧的 一组组 各自成一派 这也许呢 就是对于奥运精神 最好的传承吧 想想那个画面 还挺美的 你或许呢 曾按下决心 今晚一定要早睡 也曾发过誓 我要吃得健康 甚至还为自己 买了很多的运动装备 但是就差行动起来了 所以答应我 从现在开始 对自己狠一点好吗 让我们一起 行动起来 健康中国 我们今挑细选买跑鞋 结果迈出第一步 却又那么难 我们注意健康吃青食 结果炸鸡和烤串 却又那么香 怎么昨天说 我去踢球了 不是 没没没 跟老爸一起玩 我们说 做孩子的榜样 结果有时候自己 却又那么懒 我们发誓 今天早点睡 结果手机的诱惑 却又那么大 我们能给自己 找一万个理由 更应该给健康 花一万个心思 真不能在乎 希望您能理解 我们的生活 我们自己说了算 我们的健康 我们自己能做成 我们要赢的是自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羊羊大观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进入 画龙点睛 一句话 快评新闻 近日呢 九江火车站工作人员 在整理托运行李时 发现地上有东西在游动 仔细一看 居然是蛇 后经确认呢 居然是 有剧毒的眼镜蛇 死的几条 死的14条 活的是1条 整个25条 小金蛇 他那边叫万蛇嘛 蛇猛兽和美头 超过20公斤的活动物 不能按包裹运输 危险品 弹药不明性质的化工产品 急易于污染 损坏车辆的物品 也不能通过铁路运输 这算是增值快递吗 只是没有想到 天气棒的个忙 祸还没到 小蛇自己就 厌名正身了 文宝宝 是蛇 也许人家也想学白娘子 忙着去报恩 不愿意在酒里 跟你泡着 下一条 近日 北京网友呢 称广区门附近的护城河上 飘着一红衣男子 有市民立马打电话报警 随后呢 原本飘着的 水上男子 突然站了起来 在河中行走 你能明白吗 挨着桥东侧 挨着桥东侧 挨着二环这侧 你能明白吗 它是冻的 行 您又在那的是吗 对 我在呢 我明天已经过去了 您看明天哪儿着火 他在就 我在这个河边上 我怎么能看见他呀 明天已经去了 您如果发现明天的话 您就打 我心疼这个打电话报警的女子二十秒 真的 操碎的心 您站起来了 像一颗海草 海草 海草 随波飘摇 是吗 估计北京大爷在想 你也请认 大爷呢就是想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北漂 不过这种功夫真的不建议模仿 太吓人了 尤其是一般人掌握不好 容易出危险 对不对 咱还是别去冒这风险了 下一条 最近的法国发明家 弗兰基扎帕塔 凭借飞行版 成功地飞越了英吉利海峡 成为了史上首位 完成这项挑战的人 我明天已经过去了 您看明天都 好棒啊 是吧 以前我们说 好希望我的义中人 踩着七彩祥云前来娶我 现在特别希望 义中人踩着飞行器 前来接我 你看这个浪漫 都在与时俱进 特别希望 这个项目呢 能够真正的与时俱进 能够实用起来 以后外卖小哥 也不用这个闯红灯抢单了 是吧 快递小哥呢 也不用费劲爬楼了 咱们也不在白日做梦了 因为我们离飞翔的梦想 实现越来越近了 下一条 浙江大学博士 毛建华发表了论文 利用人工智能 从敲西瓜的声音 判别西瓜的成熟度 并且设计出了 便携式西瓜成熟度分类 和空洞判定的 升学检测试验装置 这名字怎么这么复杂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要不是说博士不好当呢 是不 多少年来我们买西瓜 敲一敲只是想显得 自己专业一点 这就像是一个买瓜的仪式 是对西瓜骑马的尊重 反正瞧的时间久了 这卖家自然会 挑一个最熟的给我 如今博士出手 这瓜饭的吆喝都要变了 高科技鉴定 我的瓜包甜包熟 下一条 今日呢 浙江海宁一男子 站在海棠上去拍潮水 突然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他瞬间被吞没 我想不到这么早 这都拍到了 不知道有没有拍到了 知道海浪当时怎么想的吗 你拍我 那我也拍你 是时候给这些 越过警戒线 去看浪的年轻人上一课了 相信这位男子 一定听过那句话 你拍得不够好 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男人也不能太近 是吧 你越过了警戒线 去当灵魂摄影师 真的会丢了灵魂的 追求美景的同时 千万不要忘了 自己的安全 这永远是第一位的 好了 新闻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进入龙阳请回答 来看本周网友问了啥 来看第一位网友 第一位网友提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在问关于名字的事情 说到了生僻字 我知道一般大家都会把名字 拆开去告诉别人 对吧 但是遇到了生僻字的时候 确实不太好弄 那我有个朋友 他姓补 之前去买东西的时候 办会员卡 大家就 人家就问他 就说 这个您贵姓啊 他说我姓补 但他感觉人家没听懂 于是他赶快就跟了一句 说补算子的补 然后这个销售员呢 还是一脸没听懂的样子 他灵机一动 说就是萝卜的波了 然后就看到会员卡上赫然写着 罗小姐 网友话皮提问了 说为什么书里的仙女 还有狐妖们都喜欢书生 书生义气 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书 基本都是落魄书生写的 落魄 网友烦心连点提问了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父母的一种美好心愿 比如那天我在一个咖啡厅 我就听到一个妈妈对她的孩子说 你知道吗 这是因为爸爸工作很晚 所以你才可以出国去玩 吃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呀 哎呀 这个女儿一听就说 啊 这样咋 那如果爸爸工作到更晚的话 我是不是又能出去玩了呢 说好了小米尔呢 怕不是黑心眼吧 好了 今天的早前秀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周的六月早上八点半 门完早前秀 不见不散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受台风立起马的影响 昨天浙江领海遭遇暴雨侵袭 据当地的消息 昨天下午三点至四点 领江出现最高洪峰 大量洪水已经没过领海望江门大桥桥面 大量涌入城内 截至昨天下午五时 城内 城门外水位是涨至了两米 城门内是涨至了1.5米 古城内是一片汪洋 那么现在领海的情况怎么样 马上来连线连夜赶赴现场的 央视记者杨军威 军威 早上好 能不能来介绍一下 现场的最新情况 好的 好的 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现场的 这个信号不太好 有可能我们这个直播随时会通转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已经在领海市区里了 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赶到以后 也很吃惊 因为整个领海好像就是在一个大的 泡在这个黄色的这个水汤里一样 而且我们沿途看到了很多汽车 都被水浸泡了 那么当然今天呢 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消息 比如说像现在的天气 可以请问我们的这个摄像 把镜头稍微摇一下 今天天气特别晴朗 然后呢 而且这个我们还得到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数据 就是在今天 在今天凌晨四点的时候呢 领海古城范围内的水位 已经比最高水位时 已经下降了30到50公分 但是呢 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 要保持继续待在房屋二楼以上的这个高位 确保人身安全 然后静待水位进一步的一个下降 那么我们呢是昨天晚上10点半到达这个领海的 但是我们却花了四个半小时的时间 进入到这个市区里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内涝 因为它这个整个城市全都是水 我们走不进来 只能是等待这个冲锋舟 但是冲锋舟呢又遇到了一些情况 比如说它整个这个 因为这个道路它是高低不平的 有的时候高一些 有的时候低一些 也就导致了有的路面上水深 有的路面水少 然后呢 而且有些路段呢 不得不下来推这个冲锋舟 所以就是原来可能10分钟的一个路程 我们可能现在要花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好的 我们可以看见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重合路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在我们画面的前方 有一群这个救援人员 正在拖着这个冲锋舟往前走 很明显他们的马达也收起来了 这个地方的水位比较浅 它车 它这个冲锋舟是开动不起来的 只能这样拖着走 那么我们今天也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在今天呢 领海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那么这次受灾领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还有多少人员这个需要被救援 我想可能更多的一些情况 会在这个发布会上得到一些答案 主播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军威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消息 也请你注意安全 那关于本次台风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今天呢又到了第一聆听的时间了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 周运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 《今日简史》这本书 去年《今日简史》在中国举行了全球首发 整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可以冷静地反思一下 这一年是不是离赫拉利的预言又近了一步 赫拉利预言过 占人类总体2%的超级人类最终会出现吗 人不工作只消费有可能吗 如果这样 人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今天9点关注央视财经新媒体 第一聆听为您讲述 好 进入到今天的建书环节 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 叫做《内向思考》 不懂内向思考 只会越忙越焦虑 那么这本书呢 介绍了西点军校的思维训练方法 教你如何外向的沟通 内向的思考 在内向思考当中解决问题 提升自己 学会如何从孤独当中获得勇气 决断跟自控 我们知道孤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优秀者呢 却可以从中成长 这本书呢 还获得了星巴克前董事长 霍华德·舒尔茨的推荐 那么打开这本书 就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正式独处 沉淀思维 那如果各位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 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动手机 进入到抽奖页面 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 今天要免费送出的是50本 需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留下您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我们才能够把书送到您的手上 好 最后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互动话题 互动话题是讨债不成 网售欠条打折卖 该如何监管 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观点 网友晴天说了 不靠谱 信息不对称是主要的原因 有可能会出现虚假借条 导致诈骗的法律后果 还有在催债的过程当中 出现违法违规催债方式 网友活力的事实 他说网售欠条不靠谱 以前有代收债的 现在更进步了 与其这样事后催债 不如现前交易或者事先讲好 应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让转让可以有法可疑 网友傅燕龙说 我觉得网售欠条风险太大 一是网上交易时 卖家可以提供 可能提供的信息不实 造成买家财产损失 二是买家购买钱 很难对债务人进行 禁止调查有可能会出现 追债的成本过高 得不偿失的情况 大家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 那维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那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我们接下来观众天气 最天然气要说的是 最危险的不速之客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就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 力气马 昨天力气马以超强台风的级别 在浙江温岭这一带登陆了 强度达到了1949年以来 在八月登陆浙江乃至华东地区的第三强 力气马虽然已经登陆 但是仍然不能放松 危险依然存在 未来力气马将会持续的北上 那今天傍晚到夜间 会在山东的海洋 到日照这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所以呢今天 环渤海这一带 将会成为防范的重点区域 首先是风 渤海海峡渤海 江苏山东半岛 辽宁河北天津等地的沿海地区 风力会达到6到8级 局地风力会更大 雨的影响范围就更加的广泛了 今天两天从江苏的北部 山东 河北东部 一直到辽宁这一带 将会相继地出现大道暴雨 比如说大连青岛 烟台 威海济南 今天的降雨都会非常的强劲 直到下周二之后 台风影响才会趋于结束 这次台风影响范围广 持续时间比较长 主要是因为本身强度比较强 储备的能量是非常足的 而且主要经过的东部这一带 以平原为主消耗比较少 所以走得远 另外目前正有一股冷空气 南下和台风一结合 这雨就变得更加的强劲了 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区吧 北京中云转小雨24-28摄氏度 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17-22度 长春雷阵雨20-25度 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1-26度 天津中云转小雨23-28度 布奥特晴17-26度 乌鲁木齐晴16-26度 宁川晴16-30度 西宁多云转晴12-30度 兰州晴17-33度 西安晴20-33度 拉萨小雨12-20度 成都晴24-33度 重庆晴27-38度 贵阳晴20-30度 昆明多云18-27度 太原小雨18-29度 石家庄中云转雷阵雨25-29度 济南暴雨转大雨22-25度 郑州多云23-31度 河肥小雨转阴25-32度 南京阴转多云24-26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26-31度 武汉多云25-35度 长沙晴29-36度 南昌多云29-36度 杭州阴转晴26-33度 福州多云转晴27-37度 台北阴27-32度 南宁多云27-36度 海口小雨转多云27-35度 广州雷阵雨26-35度 香港雷阵雨27-33度 澳门雷阵雨27-34度 北京中云转小雨24-28度 台阵雨27-35度 太阳匀高热尽 太阳匀去地争造 平路上不停地奔跑 要在第一时间看到 把全世界都照耀 和太阶嬉落 最美是他的舞蹈 要让第一时间盛开 让全世界的微笑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山下左右 和你心的中间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东西南北 和未来的身边 就在第一时间